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放到 影像放到就可以看到了 水上摩托車業者到底做了什麼事 讓民眾立刻錄影存證 有沒有看到他手上拿著那個籤 很明顯 原來這名水上摩托車業者 在墾丁國家公園的海域內 撒魚網 違法捕魚 現在他要回去了 我們現在要看他們 他是回哪一個方向 給我 小彎 墾丁水上摩托車業者 被民眾拍到非法捕魚 因為當時募集的民眾正在潛水 在海底的時候發現 怎麼會有這麼一大片的網子 抬頭時候才發現 竟然是水上活動業者 不好好做生意 跑來這邊捕魚 讓這位民眾氣得錄影 還做成影片哭搜 不用三層網很難 不用流刺網很難 肯定這種自取滅亡的業者 就是87就是自取滅亡 我們都應該加以踏罰 放網破壞生態的業者 啃管初的課長表示 國家公園範圍內 絕對是禁止捕魚 但因為接獲民眾通報之後 前往查看 已經沒有見到業者的身影 他們也坦承 除非是親眼看到 否則通常趕到現場的時候 都只剩下殘留的漁網 實在很難抓 但這樣放網破壞生態 自私自利的行為 都應該要加以踏罰 記者張秋華 潘穎文 評論報導 好看 就算了 好看